有些人覺得寶記一傘這四個字害了你為文 隨便吧 什麼傘傘都是別人說的 都是一個新聞點 沒有的 他們要這樣說 我就沒有辦法 又不是我自己說的 我又沒有什麼 你知道做這行太緊張 執著別人怎麼說 對自己不是一個好事 當時另一個傳媒說 為什麼環球不宣傳李慧文 到你再出碟的時候 說你跟陳小寶有些不和 有傳嗎 對呀 那就過去吧 會不會覺得 譬如走錯了這部簽這間唱片公司 沒有的 沒得這麼說 因為你當時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除非有人走出來告訴你 沒有的 事情就是這樣發展 因為 出碟碟也不幫你宣傳 然後 當然有很多內情 又不可以說的 也不方便說 做人都是厚度一點好的 哈哈哈哈 對呀 總之是那些電視劇主題曲 宣傳了是我的 又不是放在我的碟 是不是很有趣呢 沒有的 沒辦法了 可以怎樣呢 我們做歌手都是很被動的 那在環球發生事件後的三年 你會問會不會有些徬徨呢 當然很不開心 不要說不是徬徨那麼簡單 是很不開心 是不知道 覺得很氣餒的 因為一直以來 覺得絕對對得自己住 做的事都很努力 十二分 十八分努力去做每一件事 但是 很大的感受就是明白 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一個人可以做到 好嗎 好嗎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